各位观众,阿弥陀佛 上回收到我们维新圣教于端午节在八卦圣城举办万灵归心大法会 盛况空前 这次法会的重头戏就是奉化15615份的万灵归心宝告 奉化15615份的宝告花了四个多冬头的时间 而书写宝告所花的时间更长更长 书在农历年后就指示研究会制作五套万灵归心宝告 第一套于农历三月三日化于八卦圣城的地宝顶 第二三四套分别保存在益经风水学院仙佛寺和研究会 第五套于端午节指示化于八卦圣城的天宝顶 将中华民族15615姓氏的先祖 送进南天跟鬼谷子王禅老祖在一起 然后再转往西方极乐世界 为了配合法会的举办 我们在第三套完工后先行书写第五套 完成后再写第四套 目前第四套还在进行当中 有的童修或许没见过宝告 今天我带来一份给大家看看 义工书写宝告 首先以金色油漆笔 在封面上写上姓氏 填上编号 内叶在与毛笔 在两个地方写上姓氏 然后盖上师父浑云禅师的章 再盖上维新圣教的章 最后要经过一教二教 方采大功告成 最重要的是书写的字机必须十分工程 丝毫马虎不得 似乎说多一画少一点 多一撇少一勾 都会造成祖先的疑惑 不敢上来就做 你的辛苦就白费了 所以义工们煞费苦心 那份认真的精神令人动容 我背后的照片 有义工们正在书学 典告师们正在点读 以及摆满共作的报告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从国立2月28日开笔至今 先后有150几位义工 投入这项5000年来第一次的法务 包括有功德会董事 分师道场助辞 法师讲师 还有各界各班的学员 同修等 感谢义工们的辛劳 我们更要感谢王禅老祖 感谢师父给我们这个机会 5000年来就这么一次的机会 让我们为老祖宗们服务 那是最直接的服务 将他们送到南天 大家功德无量 我们送给各位义工的纪念品 比华会当天所赠送的多了一个义字 义工的义 这个义字有许多意义 包括大家的汗水 祖先的感激 师父的祝福 老祖的加持等等 在书写报告的过程中 很多同修都有所感应 我举其中一个例子 中立道场有位 杨师姐 每个星期假日 都跟他的师兄 还有另外一对夫妻同修 一同开车到台中道场 写报告 有天夜里 他梦见一位老人家 来向他致谢 跟他说 你来写报告 我们很高兴 但是我们还没尝过你的手艺 杨师姐醒来后 觉得很不可思议 于是买了食材 准备做个三五道素栽 带来台中道场供养 没想到一做就停不下来 直到他的女儿惊呼说 妈妈已经九道菜了 她才清醒过来 自己也觉得莫名所以 我为这事请教师父 师父说 那是他们的九旋七祖来的 所以用九字来试线 由这个故事 让我们深深感知 书学报告 点读报告 实在是极为殊胜的 因缘和福音 今天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谢谢大家